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2024是服务花莲详情的第四年 而在1月份也将会是以16期全新片单超展开为主题 精选岛屿缩影 经典特条 谁来电影院以及多部热映售票电影 也期盼能够展开花莲书情2024的美好电影生活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管花莲铁道电影院 2024年服务花莲相亲届满了第四年 影运团队今年也将换心血进驻 如同电影主角在剧情里超展开一段切换旅程一样 今年第16期全新片单就以超展开为主题 精选岛屿缩影 经典特条 走走电影院和铁店热映售票场等 未新的一年展开电影序幕 花莲铁条电影院到现在已经迈向第四年 那我们在1月跟2月呢 是我们第16期的主题叫做超展开 那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碰到主角突然超展开 踏上一段奇幻的旅程 那花莲铁道电影院跟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在今年也开始有一个超展开新的变化 那第一步呢 就是邀阿公阿嬷拍B级僵尸片 那我们以前对于失智症老人家的纪录片 常常会觉得他好像非常的悲情 可是呢导演徐子楼 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就是邀请这些阿公阿嬷来拍摄一个僵尸片 那到底会长出什么样的火花 所以大家可以在1月21 岛屿梳营的单元来到我们花莲铁道电影院一起观看 因为接下来还有书屋 还有法国面包房会进驻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那一位是还有书的佩景 他会来分享 那也包括说 法国面包房的Nick跟亚伦 也会一起来分享 这两部片分别是《爱在书店相遇时》跟《饗宴后不住》 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观影 谁来电影院单元邀请今年即将进驻园区的新伙伴 还好书屋合法国面包房 分享《爱在书店相遇时》 《饗宴后不住》观影后的硬后座谈 张志宏表示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管中山堂的铁道电影院 二管的花生客厅都将持续迎接商亲 春节后全园区将试营运 除了开创商亲2024的美好电影生活 也为园区展开新的气象 记得讲王晏华临时报导